虽然,虽然可能性很少。 小妖睁开眼望着石碑,流泪道,可我的不甘心,在他们面前,在外爷仓穴面前如浮游汉树,不止一提。 这些恩人,亲人永远隔在我们之间,我不只愿你,我也恨过我自己。 我一直明白你那时的难处,因为那时我也有我的难处。 小妖顿了顿,转头坚定地直视香柳的眼睛,可如今,你在爹爹面前答应我了,别想赖掉你发过的事。 太阳此时毫无征兆地从天际线中一跃而出,万缕精芒挥洒在云海之上,山中雾气消散,万事万物都惺惺向荣,无论世事如何变换,新的一天终会来到。 香柳沐浴在晨曦里,听完小妖这番话,思索了一阵,然后定定地注视着小妖,学着小六发誓的样子,竖起手,认真道。 我久命向柳发誓今生永远陪伴西林九瑶,若为此事,凡我所喜都将成痛,凡我所乐都将成苦。 小妖白感焦急,眼中含泪心中酸软,没人比她清楚她是一个多么信守诺言的妖,历经千辛万苦她终于等到了这个重于泰山的诺言。 这个白衣白发的将军此刻才算真正地脱下盔甲,变成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妖,变成了她想要相伴一生的人。 小妖靠在向柳怀里,两人安静地望着新生的旭日。 过了两久,小妖柔声道,香柳,再为她们唱一首歌吧。 香柳轻轻嗓子,开口唱道,此身脱河山,生死不足道。 一朝气息绝,魂魄聚烟消。 得失不复之,是非安能绝。 千秋万岁后,荣辱谁知晓。 歌声向远方飘去,不复以前的苍凉安伤,却隐含希望和告慰。 真心相爱的人啊,短暂的离别是为了长久的相守,世间所有苦难总是为了最终的圆满。 香柳望着怀里的小妖,在心里默默地说, 小妖,从今往后,我终于可以一直守护你了。 无论前路如何,我都会永远照顾好你,让你一世安乐无忧。 小妖自从救活香柳以后,似乎都默契地回避上一世的误会和立场,如今借着这个机会终于说了明白,两人之间又更觉亲密。 祭拜完成荣义军后,他们乘着毛球从神龙山上又飞回了泽州落脚。 香柳问她,接下来要去看你外祖父吗? 小妖想着要见亲人,既紧张又开心,算起来,她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回小月顶见薛元王了,离开时她还是景的媳妇,如今却物是人非。 她偷看了一眼身边的香柳,虽然她已经不再是陈戎的军师,可毕竟还是妖族,不知外也能不能像父王那样接受她。 香柳仿佛看出了她的心事,安慰道,别害怕,凡事有我。 大不了随我去流浪。 小妖看她羽翼嫌是一派轻松,笑道,那我们现在算什么? 香柳想了想,回娘家。 小妖没想到她会说这样的话,扑吃一下就笑了出来。 香柳看她笑了,唇边也露出一丝笑意。 香柳回到客栈洗漱,香柳出门去买吃的,两人连夜赶路,都有些困倦。 香柳忍不住先去踏上躺着,慢慢就合上眼睛眯了过去。 锦和防风一应大婚,锦在婚前失踪,每次和防风被闹别扭,香柳对她冷言冷语,每每发生让她心碎失落的事,她经常一夜夜地辗转失眠。 好不容易挨着睡着了,却总是梦见令她伤心之事。 那时她醒来后,哭坐踏上,心中空寂,孤苦难言。 自从她得了向柳内担到如今,这失眠的毛病慢慢好了起来,像是忘尽了前尘往事,种种心病被时间和向柳治愈了,连做的梦也不似从前,总是温暖而甜蜜。 香柳回来,看到小妖已经睡着,便自己用了饭,她来到床边看看小妖,估摸小妖这一觉好睡,出门换了毛球,独自去了神农山小月顶。 她清楚靠近神农山便是苍炫的势力范围,小月顶住着轩元王,四周肯定不满神族结界。 为了不暴露她和小妖的行踪,此次冒险上小月顶必须小心行事。 还离小月顶尚远,她以察觉神族气息拍拍毛球道,你就藏于临终等我,未得召唤不可现身。 香柳跃下毛球,收敛气息,如一道白色闪电向小月顶方向挤持。 到了小月顶的山脚,她小心查探,确定四处无人后,将灵力附着于一颗小石,向空中移至, 一道形如鱼网的金色静置立石,将小石绞成了粉末,霸道非常。 向柳骤没暗害,凭她如今的妖力,要闯进闯出小月顶。 她一人尚可勉励一事,若欲埋伏,带着小妖想全身而退,恐怕难办。 她围着山脚不停地置出,带着灵气的小石块,终于找到了一处静置稍微薄弱之处。 香柳拿出之前准备好的野兽之血布了一个法阵,不停地污染蚕食此处的静置,又用了一个障眼法术,即使有神族士兵巡逻到此地,也无法察觉到法阵。 布置完这一切,已经是黄昏时分,她返回灵中换出毛球,赶回客栈。 小妖此时已经醒来,正坐在桌旁吃着东西,看她从外回来,担心道,你去哪里了? 醒来不见你。 抢婚后一段时间,他们两人同住在清水镇,小妖那时生她的气总也不理她。 可是每次小妖睡觉起来,香柳不是坐在她踏边守着,就是在一旁的岸上看军中送来的书简。 小妖那时虽然气她,却也习惯了醒来便看见她,一直延续到了今日。 向柳摸摸她的头,解释道,去处理一点小事。 我们要后日才能上小月顶看你外野。 小妖知她如此说必然有她的道理,轻松道,小月顶就在那里,外野也跑不了,不急这一两日。 香柳坐下摸了摸小妖的碗,牵起她道,凉了,出去吃别的。 很快两天就过去了,小妖本来担心去小月顶会惊动苍炫,可是看香柳的态度一如既往的轻松,也悄悄放了心。 今日是望日,亦为月满之日,一轮昊月当空,月色如水般温柔,静静地照拂着世间万物。 香柳望着月亮,对小妖说,我们今晚去看你外祖父吧。 小妖回客栈换了一身干净衣服,戴上了锦和父王的书信,还要求向柳帮她整理了头发,直到万事具备了才和香柳从客栈出发。 香柳耐心地,等小妖换衣洗漱,却也忍不住笑她,到了小月顶,只怕你外野都睡觉了。 两人乘了毛球往小月顶赶,毛球悄然降落在远离小月顶的树林里,香柳背起小妖,在黑暗的林中挤驰, 她用灵力引了二人气息,很快变到了前两日布阵的位置。 香柳放下小妖,解开障眼法,她布的阵果然已经将此处的静置大大削弱。 她对小妖道,你已趋于半腰肢体,过此静置可能会稍有疼痛。 她运灵力为照护住二人身体,便背着小妖步入结界中。 小妖只觉有火焰灼烧肌肤一般,却尚可忍受。 抬眼看向柳,她面容沉静,鹅脚却有汗,小妖担心她,很难受吗? 香柳笑一笑道,无妨。 穿过静置,香柳背着小妖往小月顶而去。 她即使背着小妖速度也丝毫不减, 很快小妖已经看到了外野平时住的那间茅草房, 窗户里还透着微微的暖光。 外野此时还没有休息,小妖心想, 不知她看到自己是否会大吃一惊。 时值春末夏初, 轩辕王仲在小月顶之上的谷物一片生机勃勃, 在月色下随风帆涌出闭色的波浪, 空气中是山里独有的草木清香, 点点萤火出没在绿叶之间,如同人间仙境。 小妖看着这熟悉的景象,在香柳耳边道, 美吗? 这就是我之前住的地方。 香柳把它从背上轻轻放下, 柔声道,很美。